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現在所謂的選舉的當時這些熱情的網軍 現在最關心的重點就是政治獻金法 所以你要了解說我們兩個現在在講話 現在網路都在直播 網軍正在監看我們兩個之間的一個對話 那政治獻金法怎麼修 那第一個重點 帳目公開的部分 你知道我們今天質詢之前 你現在網路你去找 這些網軍都跑到監察院 把所有的這些說之結算的細目 全部都已經download下來 已經在網路公開 你還要假如中南部要上來 要坐車去然後腳交20塊 查閱備沒筆 然後引力還要弄得很繁瑣的資料 因為不公開 大家覺得當然裡面有鬼啊 你就會跟柯文哲一樣 他每一筆帳目都公開 在網路上你都查得到 那這樣對於一個候選人 選民在檢驗他的整個經費的來源 對於建立聯能政治來講 這個當然有幫助啊 那我們行政會為什麼要反對 我就搞不懂 我行政會沒有反對 所以你贊成嗎 不是我贊成 你贊成 所以我們等一下修法 你不要反對啊 專戶的部分 政治獻金專戶的這個部分 國民黨的黨產 我稍微查了一下 你知道國民黨的黨產規模 剛剛李軍議員也提到 102年是261億 資產規模 是民進黨的100倍 鼓勵的收入啊 63、71、67 大概都七成左右的這個 鼓勵收入佔國民黨的總收入 是大概將近到七成 那你假如說 政黨捐獻給候選人 你不訂定上線 那就由原來的鼓勵收入 經過國民黨的政治先進專戶一樣 或者是沒有經過政治先進專戶 就直接就跑到國民黨的候選人啊 那企業的捐款的上限 每一個候選是100萬啊 那假如 一個企業 或者是國民黨有鼓勵的收入 捐給國民黨之後 捐了好幾百萬 或者是國民黨自己的鼓勵的收入 2億、3億、4億 就直接 捐給他所提名推薦的候選人 那這樣公平嗎 可是企業的鼓勵收入 國民黨自己開了一家公司 他經過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賬戶 或者是國民黨的變賣的黨產 就直接可以給候選人 那這個不是在走後門 國民黨不是變成洗錢的工具嗎 一些民間的企業 他要捐給候選人 他的上限是100萬嘛 那為什麼要訂定100萬 是因為說過多的金錢捐獻 會有利益輸送之險嘛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一直在訂定政黨法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訂定政黨法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反對啊 理論上國民黨立委要迴避啊 對不對 所以造成說我們整個陽光政治要落實的時候 反對啊 所以背後是什麼 背後還是這個黨產啊 不是這樣嗎 但是政黨的主要的目的是 那你國民黨的政黨主要的目的 跟人家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是不公平的競爭 所以大家才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 我認為啦 國民黨要改革的契機啦 你假如黨產 黨產咬在手裡不放 對不對 然後你再藉由這個政治獻金法規範的一個漏洞 黨產也可以跑到 提名推薦候選的政治獻金專務 這個怎麼會是一個公平的競爭 不是這樣嗎 所以部長 我覺得說 國民黨要把這個魔界把它拖下來啦 那馬總統在2007年2月7號 他說以後黨產都要照顧黨工 所有的選舉都靠募款 你同不同意 我不曉得他有說過這個話 你這不曉得說過 中常會的講話啊 你不曉得 馬總統也不曉得 我看馬總統也忘了啊 這怪... 你不要管誰講的啊 但是他還是要有 黨產他還是要做選舉使用啊 喔 你看黨產還做選舉使用 你看 不是他的黨務的運作啊 你的魔界都拖不下來啊 不是他的黨務運作啊 黨產你只要要去照顧你們國民黨的黨工 我沒有意見 不是他有黨... 對不對 但是你黨產拿來選舉 造成不公平競爭 你怎麼會贊成呢 你怎麼會同意呢 你怎麼開民主倒車呢 不是 選舉... 部長 你光是這一句啊 你自己都收溜嘴啊 黨產就是要拿來選舉啊 你這句話 你這讓國民黨的改革倒退100年 兩千控制你不要去選總統前 講的 講的怎麼這樣放肥 講講的你來選部長 你竟然在這裡說 你黨產就是要用來選舉 你知道嗎 他是在做黨務進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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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